快看,不要怀疑,这是用AI生成的双语字幕有声书 嘿,我是忍者妈妈,带你使用AI工具完成自己的动画作品 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一款新的剪辑软体 Hippo Animaker,特别适合自媒体小白 现在就一起来看看它有哪些强大的功能 首先,透过影片下方资讯栏的免费下载链接来到官网 下载并安装 安装完成之后,滑鼠左键点两下,开启应用程式 如果刚刚安装的时候没有选择语言 可以点选右上方设定首选项,这边可以变更语言 目前支持16种语言,可以依照个人习惯在这边设定图片、文字、转场的预设时间 还有影片长宽比跟帧率 这样就不用每次导入素材的时候都要重新改一遍 如果想要回到预设纸,点选重置就可以咯 点选教程可以连到官方网站的教学 适用后如果觉得好用,可以点选升级成为付费版本,驱除水印 这是它目前的收费表,有一个终身的方案,还蛮划算的 使用上如果遇到问题,可以点选这里,反映你的问题 点选这边使用Google账号登入或是注册建立新账号 在专案建立这边,可以看到各种常用的功能 萤幕录制、字幕制作、文字转语音、字幕翻译、AI影片产生器、AI智慧撰稿、网右点选 还有影片下载、语音转文字、拆分字幕、AI智能抠图、音频下载器、截取音频 左边点选工具箱,可以依照影片、声音、图片、文字或是AI工具来寻找你需要的功能 进入主画面,我们快速带一下界面操作及功能 左上角媒体档案,我的媒体,从这边上传自己的档案或是录制内容 还可以透过连结下载档案做编辑 例如,我之前上传到自己YouTube频道的影片,电脑化了,找不到档案 就可以从这边直接贴上影片连结,下载自己之前的影片,再编辑成短影音 背景这边可以选择实色、动画、风景、艺术性 现在做自媒体最怕的就是踩到版权的雷 好不容易辛苦制作完成影片,突然被宣告版权 丧失利润或影片下架,是最令人讨厌的事 Hipo Edimaker可以直接搜寻三大素材库的资料 资料来源非常明确 操作方便,不用一直切换视窗 可以帮我们节省很多时间 再来,声音的部分有很多音乐及音效可以做选择 可以汇入自己的档案做音频分离 也可以透过连结下载影片音频 例如,我开了一个新的播客节目 想要将我之前上传YouTube的影片转成声音档 并重新剪接 我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完成 文字的部分除了有很多线程样式可以选择之外 还有很多组合好的模板可以用 只要修改内容就可以咯 而且有些还有动画效果 想要做一点微调也可以哦 这边可以批次客制化你的文字 直接输入你要的文字 各种效果的动态文字一次生成 一目了然,直接比较 可以更直觉式的选择哦 有没有很像古代皇帝在选妃子呢? 不想写稿的话 最后这里还有AI智慧撰稿的功能 你只要提出初步的构想 选择类型、语言、字数 剩下的交给AI就好咯 再来贴纸的部分可以直接搜寻GIFI上的素材 还有自媒体人不可或缺的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听到这边还不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吗? 各种表情符号包或是依照用途分类 转场跟滤镜的部分也是包罗万象 应有尽有 再来特效的部分也有各式各样的选择 还有针对动漫跟音波的特效哦 不用再另外寻找了 最后字幕的部分可以上传档案 直接将语音转文字之外 还可以直接将这批文字同步完成翻译 目前有16种语言可以选择哦 另外声音、文字、贴纸、转场、滤镜、特效 都有收藏的功能 第一次花个时间把自己常用或喜欢的收藏起来 下次就不用再一个个大海捞针哦 讲完左边的工具列 我们来看右边还有什么呢 这边我们分为影片、图片、声音三种来看 影片的部分画面常用这边 可以透过缩放功能调整影片大小 还可以调整影片的透明度、位置、旋转 帮影片做镜像处理 打开影片防抖的功能 可以选择平滑度 背景的部分可以选择高丝模糊 并调整模糊程度来营造不同氛围 也可以选择单一颜色或其他图片做搭配 点选应用到所有就不用一个一个调整了 点选重置功能就可以回到预设值 动画这边可以选择影片入场、出场或是出入场组合的表现方式 颜色这边可以调整影片的色彩、色调 最常用的就是饱和度、亮度跟对比度 音讯这边可以调整音量、弹入、弹出、分离音频 打开降噪功能可以降低环境噪音 最后还可以做变声及语音转文字 变速这边可以改变影片的速度 可以选择均匀变速或是曲线变速 均匀变速这边可以透过调整速度或是指定时间来操作 如果你的影片有旁白 记得要勾选保持原声的功能 这样变速之后听起来才不会很奇怪 曲线变速的部分可以选择现有模板 也可以自定义 透过滑鼠直接拉就可以咯 最下面一样有保持原声的功能可以勾选 中间这边最常用的就是动结针、裁剪、平移缩放和上下左右进射的功能 动结针就是定格的意思 可以从影片截取某针为图片来编排 选择裁剪可以依照固定长宽笔、裁切画面或自由剪裁 透过平移缩放的功能设定镜头的起始针和结束针产生运镜的效果 以图片来看画面常用这边跟影片的功能一样 可以调整图片大小、透明度、位置、旋转做镜像处理 背景部分的选择也一样 AI工具这边还可以做图像抠图及增强画质 动画跟颜色的功能也是跟影片一样 再来声音档的部分音讯跟变速的功能和影片一样 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个工具来带大家制作一本双语字幕儿童绘本有声书 打开Hippo AdMaker 选择AI影片产生器 输入故事旁白 如果没有自己的故事 也可以运用AI智慧撰稿来帮忙 选择类型、语言、字数 提供简单的想法就可以咯 然后点选下一步 它这边会自动将文稿分进 点选分镜旁边的加号上传自己的素材 或是选择自动匹配 如果想要一路偷懒到底 最下面还有一个全部自动匹配的按钮 一个分镜可以上传多个素材 自动匹配还可以点进去做编辑 可以点选合成预览来观看 选择影片长宽笔、AI配音、字幕样式以及背景音乐 没问题的话右下角按导出就可以咯 如果想要细修可以点选高级编辑进入主画面 接下来我们将准备好的绘本图片一一上传 选择AI配音、字幕样式、背景音乐 然后按高级编辑进入主画面 在编辑轨道上可以看到字幕、图片、背景音乐和AI朗读的音轨 我觉得它的音乐前面空白太久 会让观众误以为耳机或喇叭坏掉 就可以点选剪刀或Ctrl加B 将不要的部分直接剪掉 然后将所有素材对齐 这边可以依照操作需求放大或缩小画面 另外我觉得每一页中间停顿太久了 我们一样透过剪辑来调整 把空白的部分剪掉 然后对齐 背景音乐的部分可以调整弹入、弹出以及音量 不要让背景音乐的声音盖掉朗读的声音 我们来加一个封面 选择纯黑色背景 选择文字模板 修改文字内容 这边还可以调整文字的设计 它最特别的是可以调整阴影的角度 设计弹性蛮大的 加入转场 制造翻页效果 加入滤镜 变成黑白文青 右上角还可以调整滤镜强度 加入特效 调整速度及不透明度 最后用GIFI的动态文字做成片尾 右上角按汇出 最高可以汇出4K的高解析度影片 我们的中文儿童汇本有声书就完成咯 记得点选左上角的档案保存专案 下次想编辑的时候就可以继续使用咯 但在国际化的网络时代只做一种语言 是不是太可惜了呢? 那要怎么做成双语字幕有声书呢? 首先依照刚刚的步骤 汇出不含字幕的影片档 画面可以选择摆中间或旁边 开启一个新专案 汇入影片档 点选字幕 语音转文字 选择想要翻译的语言 这边目前有多达16种语文任你选 然后选择开始识别 就可以咯 时间轴上就会出现我们的主影片 上面有中文跟英文两种字幕 选取所有英文字幕 右上角选择文字转语音 选择声音开始转换 哦哦 但是转出来都没有对齐 该怎么办呢? 中英文的声音长度本来就不一样 选择音频 右上角调整音频的速度 让它的时间与画面一致 注意一定要记得勾选保持原声 调速后的声音就不会变得很奇怪咯 我们的双语字幕有声书就完成咯 有两种语言字幕及音频 两种语言的字幕都可以保留 但声音就要分别汇出咯 虽然耳朵有两个 但也无法一次听两种语言吧 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成品效果如何 从前 有一只小鸟和一条小鱼 它们有着不一样的梦想却彼此吸引 一天 小鸟在旅途中因为口渴来到湖边喝水 遇见了小鱼 小鱼在鱼群中是个弱势 总是希望自己能变得强大 看到会飞的小鸟 小鱼非常羡慕 希望自己也能翱翔在天空 鱼群的同伴们却总是嘲笑小鱼的梦想 小鸟看出了小鱼的心事 常常给小鱼鼓励和打气 两人成为了好朋友 彼此吸引 小鸟和小鱼无法找到一个共同生存的空间 小鱼不能离开水 小鸟也不能进尸翅膀 它们只能回到各自的世界 多年以后 小鱼长大了 变成了一条飞鱼 偶尔可以跃出水面 与小鸟嬉戏作伴 这是一个爱而不得的故事 但最终有了美好的结局 小鸟和飞鱼找到了属于它们的特别时刻 小鸟和小鸟 小鸟和小鸟 小鸟的小鸟 但都很专闻变成了一条 一天 小鸟在飞鸟上 一天 小鸟来带到游空 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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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ways mock the dreams of the little fish. The little bird could tell what was on the little fish's mind, often offering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The two became good friends, attracted to each other. The little bird and the little fish could not find a common space for survival. A small fish cannot leave the water, just as a bird cannot neglect its wings. They can only return to their own worlds. Years later, the small fish grew up and turned into a flying fish. Occasionally, it can leap out of the water and play with small birds as companions. This is a love story that cannot be achieved. But in the end, it had a beautiful ending. The little bird and flying fish found their special moment.